大家好 我是阿虎 今天我带你们看一下 青岛最接地气的 炎火气息最浓的网红小店 特别好吃 你过亚洲冻 没有没有 你看我的脚后根还是在上面 你再放下去一点点吧 放弃了 放弃亚洲冻 今天晚上我们要跟200个青岛人 一起吃烧烤那啤酒 26年了 专注蓝料加工现场制作 不而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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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逛他网了能拍吗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鲍鱼 是这样做的 大家看 就是我吃到过最嫩的鲍鱼了 哇真的好呢 入珠酒店一个多小时 已经变成一个战场了 你们不要问我为什么 你这个都是我 下一个镜头 我们今天要去吃青岛三家 非常有意思的店 非常有意思的美食 非常有 非常有意思的美食 什么美食 而且第一家店你们绝对想不到 这个我感觉来到青岛的美食 来到青岛的文化播主 绝对没有拍过 首先我要感谢一下我老婆 因为今天是她生日 她很辛辛苦苦的陪我一起拍视频 第一站居然是一家汉堡店 没想到吧 一步一外 惊不惊喜 我感觉到青岛的一家汉堡店 你好 你好 这个是安因什地画,这东西是人的 不自己是人,我只见了 我爸妈会说很可爱的 你妈说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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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他这个什么意思吗 就你很漂亮 哦真的吗 老板在吗 老板咱绥脸 哦,老板今天不在啊 哎呀,好可惜啊 我妈还想看看他的脸丑不丑 那个名字是丑脸老板 你知道吗 真的,这叫丑脸老板 满脸的起床器 不高兴的样子 对服务远眼神伤 开脚光 当问他为什么开店时 他竟然 就是为了娶媳妇才开店 娶媳妇 你好 说了好多 是吧 你们是有青岛当地人吗 不是 我在青岛读书 但是你们为什么会来这个汉堡店 好有推荐 都会好吃 你们点了什么呢 点了一个双层的牛肉汉堡 来 点菜了 它就要一个双层的 汉堡店才好 可以的 虽然这边是吃汉堡薯条 但是这个并不是一家快餐店 因为他们全部都是新鲜做的 所以你们来这里不要着急 我们现在等了大概15分钟 我们真的饿死了 我真的饿死 而且那个香味 你们知道吗 就一阵一阵地往这里飘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谢谢美女 哇 他们这个薯条的味道 有点像那个地瓜条 很甜 然后很糯 就跟我们外面吃到的薯条 味道完全不一样 红薯吗 应该很好吃 他们外面有一个什么很特殊的粉 嗯 很好吃这个 然后 吴哥要开干了 哇塞 特别好吃 这个肉很紧啊 嗯 而且烤的medium就真正好好 能把你的汉堡肉饼做到medium的点 都是非常好的 关键它这个汉堡没我看到这么油 而且吃进去也不油 不像外面那种美式汉堡 吃一口 然后吃一次 就会特别的多 这个面包也不是很甜 这是我们自己找的 不是老板找我们打广告啊 我们广告语有点多 但是这个真的非常好吃 抽联大树 手工汉堡 我打个五星 因为这里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 非常高 它一个单层汉堡套餐有36块 我们吃的是48块 饮料4块钱 在上海我们上次吃Five Guys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好像花了98块钱 其实当时花了148块钱 他们这边的味道绝对不输给Five Guys 推荐 赛了亚风以后 我们现在要去第二家店 老蟹野馄饨 50公斤前我来过这家店 我觉得这个馄饨比上海的小馄饨也好吃 上次那个亲友的兄弟跟我说过 野馄饨和普通馄饨的区别是 普通的馄饨是普通的馄饨 野馄饨是野生的馄饨 是野生的 就海里面抓的 对 所以今天我们再去吃一下野生的馄饨 这三碗是吧 两碗 两碗24 野馄饨为什么叫野馄饨 是以前摆地摊的 就是野在外面 哦 哇哦 而且他们这个量好足啊 对 太好吃了真的 它里面应该放了猪油 好鲜啊而且 这个馄饨料真的很足 还有才12块钱 我觉得特别便宜 你们觉得呢 在你们现在生活的地方买完 这样的馄饨要花多少钱 在上海这种应该有20几块钱 你过亚洲针 没有没有没有 你看我的火根还是在上面 那我最希望这种鸡粉 都流口水 他们这个胡椒粉的味道很浓的 就特别适合这个馄饨啊 两个字 羊鱼 羊鱼是你名字啊 鲜呀 鱼羊� 你再放下去一点点吧 我这样吃 我太难了 放弃了 放弃啊 这东西 我吃了半碗 你吃了一碗半碗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来一碗 就是太好吃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吃小馄饨吗 因为我奶奶小时候就摆小馄饨探头 我一直陪我奶奶卖小馄饨 所以我从小是吃小馄饨长大 但是奶奶 对不起 这个馄饨比你做的好吃 如果你们要来这里吃这些馄饨 要往上来 因为他们只有6点以后才开门 早饭没有 在上海以外是早上的时候吃的 而且我发现就是这个老馄野馄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店 他们里面还卖啤酒 还卖烧烤 在我们上海就是小馄饨店 就是小馄饨店 你知道吗 就不会卖这么多东西 这里的价格是12块钱一碗 味道我打个五星 五星 我觉得我要超五星了 我要七星 虽然在这边也可以吃烧烤 但是我们现在要去一个据说很多当地人很喜欢的烧烤的地方 我们要打个车 因为里这里有大概13公里 我们正好在路上消化一下 为什么我们现在在一个茶叶市场 不是应该是个海鲜市场吗 我网上看到的消息就说 他们那边有一个农业市场 可以自己买你的菜 去他们那边加工 那菜在哪里买呢 GOOD FRAG 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第一次来好吗 也就是说买不到这个菜 我们今天就吃不了了 是这个意思吗 那我们可以喝点茶呢 在这里 有笨啊 我跟你来这里喝茶 天哪 这期期间太好了 所以今天晚上 我们要跟200个青少人一起吃烧烤 那啤酒 那个菜在哪里买啊 吃烧吃都做乖 好 小哥哥别怪了 关门了吗 是 都已经关门了 哇 差一点 老板还卖吗 太好了 这个给我一斤吧 鲍鱼来个 拿六个吧 三两个半斤 鱿鱼 鱿鱼呢 要哪一个 172块 我们是有三个人 所以如果你们来这里 你们一定要八点之前来 否则他们这里都已经打烊了 欢迎家子来 好好好 美女 你们可以帮我们收一下吗 现在没有时间啊 那怎么办 我们自己收 哪一桩要 99 99 66 66 来你去把66号抓的收了 谢谢啊 我们菜蛮好了 就到你们这里来吧 对对对 好 一斤十块 26年了 专注蓝料加工现场制作 不而虚伪 开出来了 师傅你就是这里创始人吗 我不是 张得很像 那是我哥哥 我的兄弟 那你哥哥是不是 年纪很大了 快70了 现在逛在家开孙子了 你们这个声音一直这么好吗 都验他这个老牌子 都是回头客 哪来的都有 66号 你们这里怎么有这个影 这不是那蒙古的吗 对呀 现在在青岛很出名 我逛他网了 能拍吗 能拍的 你这么帅 你刚刚不是广告影 都已经来了吗 多少粉啊 几百万吧 你好你好 你的中文说得这么好啊 十分钟前 那个菜在哪里买啊 市场直走做乖 市场直走做乖 现在 你喝不喝酒啊 一会儿关 进去杯酒 我不喝我不喝 喝个饮料也可以 我喝酒啊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后期的是 你帮我做美颜美颜 好的满足你的心愿 你好你好你好 他说你瘦了好多 我一直关注你 一直关注你 谢谢谢谢 我们需要都站起来吗 不用 这个菜我们还没上 也是排队的 你坐呀 你坐呀 哎呀你们干嘛 你坐坐呀 我走了 这个要等多出来 我们这六点多来了 你们还有几个菜啊 我们还有七个菜 还有七个菜 现在我们大概等了一个小时 我老婆去上了一个厕所 然后最开始两份菜 来了一个是上海人好像叫组成 然后一个是虾 这里的虾就是远质原味的 来给大家看一下鱿鱼 哇塞 哇靠这个味道真的绝了 非常的cute 第一口就能尝得出来 而且他们这个烤酱就非常好吃 汁酒特别的多 有一点辣有一点甜辣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鲍鱼 是这样做的 大家看 哇 超烫 哇 哇 这个鲍鱼真的超级大 这个肉好厚 哇 哇 这是我吃到过最嫩的鲍鱼了 哇 真的好嫩 我觉得这个15块花的非常值得 是油麦菜 是辣 蔬菜也很不错 我觉得这个薯椒很新鲜中午做 也很像 反正全部都是新鲜的薯都做出来了 嗯 哇 来了来了 肉来了 肉来了 嫩啊 香啊 嗯 好好吃 而且放质量 他们只有标配的做法对吧 你不能选味道 你把菜扔给他们 然后他们称好重量 就欧了 哇 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五花肉比那个牛肉还要好吃 你一定要带一点点油 在山中必须再吃个大蒜 没想到青岛他们不只是会做海鲜那个肉也都这么好吃 嗯 110块 包括三个鱼料 你们好实惠啊 吃的怎么样 非常好 可以 非常好 我爹就是把这东西带到青岛 我爹就是青岛的白头翁 其实你在百度上相关的资料都有 明天后天都是这样 昨天比这还忙 看来你很骄傲 我不行 我只成副业 我不行 初二代 白头翁烧烤 加上整个青岛 我今天要打个五星 每次来到青岛感觉 视频拍得非常开心 而且这里的人特别热情 这里的菜也很好吃 怪不得青岛是这么火的一个旅游城市 然后价格我们买了很多东西 买了海鲜肉 买了蔬菜 再加上这个加工费 一共人均是多少 我在这边帮你们写 因为我现在已经完成了 我觉得这是唯一的我们每一家店 都到了五星的一个城市 青岛我们肯定会再来 再来 你们在青岛还有什么好吃的 什么好玩的 也可以在下面留个眼 跟我们分享一下 然后我们下一期再见 生日快乐啊 嗯 拜拜